時間時間如果真的要把那個ASP 通通都講 的很詳細基本上是應該是有困難所以 有些部分 我覺得看了一下大部分同學還是比較 希望能夠多了解一些這個實戰的部分 那實戰部分當然如果你前面部分基礎沒打好你直接跳到這邊來基本上會有問題 所以 那原則上我們後面上課的流程基本上還是會 以這個是基礎程式篇開始反正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地方有哪一些比如說第1章裡面就是講到有關那個開發環境 和基礎操作就是這個環境你有可能還是不太熟悉 即便你以前有學過什麼 VP大內置好了 但是VP大內置跟ASP大內置還是不一樣 雖然很像可是是不一樣的東西 尤其是如果以那個網頁開發的部分來說的話 那這個ASP大內置他是以一個網站 當成是他的 一個 一個類似一個專案 也就是他實際上是一個網站的形式存在 那VP大內置是一個專案 一個專案的形式存在 兩個是不太一樣的 那第二個是說有關於那個變數 還有資料型別 跟運算式 這個部分呢 跟那個VP大內置或者是Java 其實 都有 可是 有些 是不一樣的 有些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觀念大同小異 另外就是說呢如果你是用VP的話早期是用 VP的語法 可是我們這一次上課是用C sharp 所以C sharp的裡面有哪一些是不同的 OK那這部分的話也是我們上課後面要講的重點 另外還有所謂的流程控制 還有所謂的陣列 這個很重要 比如說裡面有所謂的那個if的判斷 或者是說有所謂的那個 在 VP裡面叫什麼select case 你可以好幾個case 可能除了 if else之外 你還有很多項要去判斷你用select case 可是如果說你是在C sharp裡面呢 他就不叫select case 他叫switch switch 又跟那個select case又不太一樣 不過 基本上觀念是一樣的 反正就是要篩選嘛 做那個流程控制 那陣列觀念也類似 陣列也類似一個變數裡面你可以把它切成好幾個空間 可以放很多東西在裡面 這個陣列概念 還要像類別 物件 跟方法 這個我想也很重要 尤其是類別 這個也是物件導向很重要的觀念 跟java一樣 那只是什麼叫類別 類別的部分 後面我們會陸陸續跟各位做說明 再來有關於控制項 這個是第二個 重點 控制項有入門篇 這邊有所謂的基本控制項 比如說你今天呢 要把那個像一個 你要顯示一些什麼東西上去的話 那裡面有所謂的什麼 標籤 label 還有什麼textbox 你可以 輸入一些文字的話 或者是說你要讓使用者按下按鈕的話 這個就是都是屬於所謂的 基本的控制項 那這些基本控制項呢 任何語言都一樣 你即便是VB 單內詞裡面也有 或者是什麼呢 Enjoy的什麼 那個開發環境裡面也有類似的東西 都差不多 那只是說那個操作的方式 有一點點 不太一樣 不過像我的習慣這樣 你就不要去 硬背他 你就是 跟著那個感覺走 那個feel有了之後呢 你很快就可以設計出來 就是那個介面的設計 設計出來 就OK 那怎麼去使用這個 所謂的控制項 控制項其實有點像零件 這個零件有點像軟體零件 如果你們有組裝過電腦都知道 反正你就把 買個介面卡插上去插上去 就有這個功能 那這個介面卡有點像是 一個類別 你可以把這個類別引用進來之後 你裡面就提供很多的函數跟方法 那你可以達到你要做的這個目的 那 這個我想基本控制項跟進階控制項 那再來的話就是有關於那個資料庫的控制項 這個非常的重要 可是 問題會比較多一些些 因為呢 這裡就牽涉到我們如何 建立一個資料庫 然後呢 再把資料 查出來 比如說裡面你可以預先載入一些資料 然後怎麼樣把資料查詢出來 並且可以在 這個資料庫裡面新增你要的資料 比如你要新增一些資料 或者刪除哪一些資料 或者是修改哪一些資料 那這個部分呢也是 資料控制項的重點 那要怎麼去做 我想後面我們會陸陸續續跟各位做介紹 還有制定的什麼呢 格式資料 就是有關於那個外觀的格式怎麼去做控制 還有像Distribute控制項等等 很多 有關於那個資料庫的顯示方式 它已經有固定的那個控制項給我們 我們只要知道怎麼去使用它就可以 那以往要寫很多程式的 在 ASB Darnets 裡面 可以不需要寫太多程式 就可以達到你要的目的 但是你要知道怎麼去使用它的那個 視窗 那個畫面要怎麼去 拖拖拉拉 還要設什麼參數給它 這個才是重點 其實你會發現 越後面的那個 程式設計 需要寫的程式 越來越少 所以呢 設計師的工作 不再像以前一樣 背一堆東西 你要的 就是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還是 你就是要 知道怎麼去做設定 這個可能會比 所以就是說你要寫什麼程式來跟 你還要知道說你有哪些程式已經預先寫好的 我覺得就是我最早跟各位講說 你的資源很重要 你要累積一些資源 差不多要能夠參考 那個流程有時候我覺得 就像之前跟各位講的就是 還是要把它記錄下來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反正 後來我發現這影片非常好用 看畫面 否則你如果沒有看畫面 很快就忘記了 即便是你每天都在用還是容易忘記 那有一些網站的技巧 比如說登錄控制項 那所謂登錄控制項 就是說 每一個 每一個網站 都會有一個login的動作 因為你要讓使用者登錄 確定他的 ID跟Password是不是 是不是正確 這帳號密碼是不是正確 所以 你如果要重新寫一個這個登錄控制項 非常麻煩 那他裡面已經幫你建口 你直接拿他來用就可以 還有像 Agen 控制項 統一 網頁界面控制項 等等的 這個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還有實際上部分的這個 書上有 三個 比較重要的範例 包含就是什麼 新聞公告 這個用了非常多 反正每個網站 一進去一定都是新聞公告 就是比如說 由最新的一直往下排到最舊的 那這邊的話要怎麼做 還有呢 網路部落格 跟那個雲端檔案系統 等等這幾個範例的話 我想慢慢我們把前面的部分 帶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再來跟各位做個介紹 那這個這一本書的重點是在這裡 那當然呢 我的上課 不是完全就是 照書上上 不過會有個基本就是說 給各位 可以參考 不然的話回去 各位也沒有一個 一群的依據 會上的比較辛苦 一些些 那這邊的話 稍微 後面 再跟各位 做介紹 有關於 ASP 相關的 檢竊 那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呢 除了這個 ASP 之外 其實 要能夠達到 所謂的那個 互動式網頁 就是說 你可以跟使用者 互動 可以讓他查到資料 或者讓他 寫入資料 等等的這個功能 其實除了ASP 之外 當然還有別的啦 比如說你們也可以注意一下這個PHP 其實PHP呢用到目前用的也相當的多 他後面呢 像ASP 後面可以配合 SS 或者是SEQL Server 可是PHP就是配上一個叫買SEQL的東西 那這個買SEQL的好處就是 他是 免費的 那SEQL Server的話呢 是有可能需要付費的問題存在 當然也有人用SS來做啦 只是說最後 甚至還有人 這個ASP單位的後面就不要用SEQL Server 也可以用買SEQL來做 可是問題是 不一樣公司的東西 你要硬把它搭在一起 還是會容易產生問題 所以有些 比較希望省錢的 他會用PHP 那另外還有所謂的JSP JSP的話呢 他的語法就用Java 當成基本語法 那他們之間的優缺點各為何 前面有講到一個ASP 其實ASP呢 是 這個ASP.NET 前一代的 這個 這個 語言 就是說 ASP之後會進化到ASP.NET 那裡面的話當然 他改進了ASP很多的缺點 比如說 他的資源性 像ASP 很多東西都要自己寫 我要寫一堆東西 尤其像 資料庫的存取上面 要寫很多程式嘛 在ASP單位 只是不需要 另外的話呢 在ASP 上面呢 很難 debug 像剛剛那個 好像佳穎有提到 debug 其實 Visual Studio 已經算是 所有開發環境 應該算 最容易 除錯的 對 如果你 但是就是說 很多人不了解 那個除錯的技巧 找不到 怎麼去設 你的bug 要怎麼去抓出來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 其實有一些是 技巧啦 你要怎麼去 那早期ASP的時候呢 我在十幾年前開發 是沒有這麼好的工具 你要debug 真的 好痛苦 所以以前ASP剛出來的時候 不需要寫得很複雜 就已經可以 就是說那個費用就很高了 寫企業 我印象中好像寫 沒有寫什麼一個網站 就 報價給那個世界先進半導體廠 就要差不多快百萬了 好像也沒寫什麼 我發現我那時候沒寫什麼 就可以報到100萬 而且他們也就買單 不過那是十幾年前 OK 那再來的話 穩定性 ASP比較差 耗用資源 其實這兩個之間的差別 慢慢的話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稍微 稍微再去比較一下 如果 不過重點還是在ASP Darnet上面 ASP的話 如果各位沒有時間的話 還是以這個Darnet 部分為主 再來的話 選對工具讓你寫程式 變得很輕鬆 這個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說 Visual Studio 應該算是目前 如果說你要進入到 程式設計的領域裡面 應該算是最容易的 如果你直接去學 比如說學Java Java好了 我真的學Java 真的很痛苦 除非說你有一個好一點的工具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工具 像早期 有些工程師是用那個 Nordepay 這個應該知道 Nordepay就是什麼 就是記事本 那有一個軟體叫 記事本++ 它其實也是類似記事本 只是說它 稍微有顏色 讓你知道說 你寫出來的函式到底是否正確 可是呢 還是太辛苦了 所以之後有Visual Studio的話 它可以自動幫你產生很多東西 你就不需要去背那麼多東西 那這個如果沒有很 所以這方面 如果沒有幾年的功力 其實 就很容易就震亡了 那諸如此類的 我想這個 後面有一些觀念 大概跟各位 講一下 那這個工具的話呢 是完全免費 它有推出一個Express的版本 那其實它為什麼會推一個完全免費的版本 早期是沒有這個Express的版本 那慢慢是因為 像受到什麼PHP 因為PHP 它的開發環境 還有很多都是自由軟體 就不用錢嘛 還有Java也是不用錢 那它如果在 都要錢的話 那這樣子其實它的那個 可能使用的人 就會變得越來越少 甚至有人是 戏稱說它是Michael Soft 他就給一個M 然後後面加一個Dollars 就是 簡稱就是 什麼都要錢的意思 Michael Dollars 什麼都要錢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它後來就推出一個Express版 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跟那個 正式的版本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們在學習上面 完全 沒有差別 完全沒有 基本上 它給你百分之 九十 九十八以上的功能 那會有 需要付費的那些功能 你可能也用不到 只是說有時候可能 如果你是 它有個前提就是說 如果你是用商業用途的話 你還是要買正版 也就是如果你在公司 行號企業裡面用的話 很抱歉 你用Express是違法的 因為 因為你已經有從事商業行為了 因為你要公司不是要接Case嗎 那你不是有獲利 那如果你買 你用Express版來做的話 那你就是 算違法 所以差別在這裡 那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沒有關係啊 學生就是盡量用 OK 應該了解這意思吧 好那其他當然現在又出了 2012的版本 2010出來了 2012最近也出來了 那 至於差別在哪裡 我想 大概應該也不是 各位最關心的 因為你們 舊的東西都沒有了 新的東西我想 對你們來說 應該也沒太大意義 所以慢慢的 將來如果有機會 大家學新東西 什麼新的 慢慢有累積東西 我們再來談 這個我想 我業行事這個我想就不談了 這個不是 對各位應該不是 太重要 那 互動式網頁這個 Java 我想我們直接來看那個 我們這個Visual Studio好了 前面理論部分 那再來的話我想我們 今天 第一次上課 我們就直接來實作一個Sample 就是 直接來使用它然後做出一個網站出來 最簡單的 那你會發現的Visual Studio 這個 真的算是所有的程式語言裡面算是最簡單 可是就是 你要去了解它怎麼用 OK 那第一個我想我們建立第一個網站 從哪邊開始 那請各位等一下稍微先了解一下這個操作 介面 這個介面裡面 這邊有工具箱 其實我習慣是工具箱可以把它盯住啦 或者它會 跑來跑去 這個是浮動的有沒有 浮出 那等一下的話請各位先把這個環線先打開 我們等一下 教各位怎麼建立第一個網站 裡面可以 使用基本控制項來運作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家 我們先把這個操作 把跟你先把我們 把這兩個操作 我們先把這個操作